神规的表现令人沮丧就在刚刚 美媒ESPN发表其分析师 前凯尔特人总冠军帕金斯的最新观点 他认为他的前权明星三双王MVP拉塞尔维斯特布鲁克正处在 最伤心和无助的时间点上 更重要的是他有可能被嘲讽击垮 接连的低效率和得分不上双十拉塞尔维斯特布鲁克的自信心 收到了巨大的打击 帕金斯说我仔细看了他的近期发言 他看起来非常伤心 碰巧的是就在昨天球队主教练沃格尔还对外表示 拉塞尔确实遇到了困难 球队正在想办法帮助他走出低谷 你知道的但我不能够确定 我夫人的朋友告诉我 球队从上到下都在想办法帮助他走出低谷 他们甚至想到了球队的心理医生 帕金斯补充道 以前的神规打球激情四射事实上 拉塞尔维斯特布鲁克很容易成为最有争议的球员 他拥有劲爆的身体天赋 拥有巨大成就 包括三双MVP得分王和九次全明星 可唯一拿不出手的是 伴随着他的出色的数据表现 他就是无法带队取得成功 甚至即使和伟大的福斯的勒布朗詹姆斯在一起 还有联盟最有天赋的大个子戴维斯辅佐 仍旧让人们看不到他的希望 有人说他欠缺求伤 说真的 笔者并不想相信这些 可若不是为了成功 你要那些漂亮的数据又有何用呢 总而言之 作为前三双王的队友 我还是认为帕金斯的话很有道理 也能够清楚地描述了神龟目前的处境 我感觉显而易见的是 如果神龟仍旧无法走出这些的话 无人很快就会把他放进板凳 甚至更糟 对于你 你又怎么看呢 你认为神龟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欢迎留言探讨 老詹真的无法将神龟带入总决赛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